掌戒第六集 多彩花叶消失症 这个消失症会腐蚀长魂的 金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不要以为你长得帅 我就不打你 亮腻晃 亮服 修为等级 六勾级而已 我不怕你 闪电领域 定身服 爆炸服 亮服 火焰燃烧服 区区12345品不失 何必自取灭亡 快快人输 我可以饶你不死 好家伙 两万品不失 你不失修为等级 虽然比我高 但是我不怕你 多彩星球领域 星球区 掌力奇光束 三星定区 不确是两兄弟 你们两兄弟的掌气 都是钉子 这钉掌气 伤害力可以压 竟然可以打碎护盾 金光线领域 满地火焰 刀行诀四诀花开光束 我可是光束之主 你发的花开光束技能 根本打伤不了我 今天我让你见识一下 光束之主的厉害 光束领域 光束闪烁 光束闪烁 会闪加你的眼睛 会让你掌魂俱灭 绿灵几十级 碎裂领域 光束闪烁 吞噬一切技能 开启噬一切技能 开启噬一切技能 精神力 六十三段 烟花一束 你是光束之主 有什么表不起的 我可是光束之主 今天我要看看 是光束之主厉害 还是光束之主厉害 什么鬼 你怎么把光束闪烁吞噬了 吞噬一切技能 我好像在上古书籍中看到过 吞噬一切技能 可以说是无敌的技能 你这小子 有两下子 小瞧你了 今天是遇到对手了 多彩灯光光束领域 激光束闪烁 吞噬一切技能 哈哈哈哈 你还有什么招 都是出来 吞噬一切技能 太无敌了 金掌 你可以让我一招吗 你可以不使用 吞噬一切技能吗 你弟弟 让我让着他 你也让我让着你 行 行 行 我可以不使用 吞噬一切技能 多彩光束领域 满天爆炸数 紧张去死他 你想打死我 别错了 就你那点伤害力 即在言 别打死我 你太猜了 不想和你打了 火花切割领域 无限分身术 第六重 分身无限 无限分身 发动八卦污秘术 封印 八边形领域 无限分身术 第七重 分身无限 无限分身 发动魔法阵封印 封印 光线激光束领域 一切力汇聚术 神力 先力 精神力 福力 物力 玉力 刀力 剑力 掌力 九力 变移力 一切力刀行绝 九十八绝 无限激光女 三十分 上去打气 竟然碎了 我受重伤了 精掌 别打了 我输了 一切力汇聚术 这一招伤害力太高了 我根本打不过你 精掌 我虽然输了 但是我并不服你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但是 我就是不服你 再无边界域 我只服无双立尊 无双立尊是我的偶像 他的修为等级 突破等级限制了 精掌 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 比赛刚开始 你不使用一切力汇聚术 如果一开始就发大招 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我可能一开始就直接认输了 因为 一开始就使用一切力汇聚术的话 直接就把你打成重伤了 那样的话 就暴露我的真正实力了 一开始不使用一切力汇聚术 原因是 我不想暴露真正的实力 掌界比武比赛 刚开始 我要选择低调 不能过早地暴露实力 我听说参加掌界比武大会的 有很多掌的修为等级都比我高 我要学会低调 过早暴露实力 等级高的掌 一定会一起针对我的 我来参加掌界比武大会 有两个原因 一 当然是为了取得第一名 第一名的奖励 有历界传送服 历界 我是一定要去的 因为我要去历界 寻找历灵墓 有了历灵墓 我就可以制作升级服 制作了升级服 我升级就很快了 二 我是无限挨打骨骼 多打架升级快 领域立分 我感觉 我们是多余的呀 根本不用我们帮助 吕神 我们当吃瓜群众就行了 未完待续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点个关注吗 谢谢了